-他們來台灣嗎? -沒有沒有,那個是廣泉,那個是廣泉 -欸其實概念有點像... 給我咔掉,給我咔掉 -怎麼辦?我不知道耶 -喔其實我忘記了耶,太久沒有讀歷史了 -他們知道耶 -有點忘記 -太愚蠢了 -概念有點像啦,概念有點像 -他們是因為當初在武昌幾億高的時間的時代型號 -因為他其實跟台灣的觀點是沒有很像 -對 -很開心啊 -對啊 -我覺得可以啦 -我覺得沒問題 -我覺得可以耶 -我覺得可以啊 -他的翻譯是... -他的翻譯是台灣國慶日 -對,所以就是... -因為以前頂多就是National Day -加上台灣國慶日這幾個字這樣 -對,那你覺得咧? -What?! -他說跟我的想法是一樣的 -當然要啊 -畢竟我們就是用繁體中文 -其實可以放中文 -對,我還是喜歡中文 -哪一天嗎? -喔我還真的沒想過這個 -哪一天喔? -總統大選日那種... -我覺得可能會是台灣可以選總統的那一天 -喔... -喔... -9月25好了啦,因為9月25生日 -我問你們雙子,你也不知道為什麼... -對啊對啊對啊 -對,那如果重新定義雙子 -讓大家知道,這才是台灣的國慶日 -同婚的那一天 -對,因為是多大的一個... -進步 -對 -那如果去重新定義這個雙子 -我覺得好像是一個... -相對比較... -簡單 -對,簡單 -台灣在國際舞台上被承認什麼... -進入組織單位的日子啊 -像是進入WTO的日子,或者是... -假設叫人進入聯合國 -對,等那一天,或者是什麼什麼... -欸,這個很讚耶 -真的蠻有意義的 -對對對 -今年的國慶日 -首次加入台灣National Day的創意 -你喜歡這樣的設計嗎? -還是說你覺得我們應該再加入華文的台灣國慶日 -讓台灣的主題性更加明確呢? -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哦